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昨天前往厦门 与对岸粗伤重启小三通的议题 同时针对近来中国进台农鱼产品 和台皮、金门高粱等 向对方反映台湾的名义 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 此时如果轻率地对中国开启国门 恐怕会造成中国人来台抢药 以及台湾防疫破口 总统府评估小三通仍是 以疫情发展和情势评估 尚未定案 一早现身松山机场 宜藏研助院刚痊愈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起承赴中国厦门磋商小三通 包括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 连江县长当选人王忠敏也会去 陈玉珍证实受中国厦门协会邀访 对岸也开辟绿色通道 钓鱼有关部门沿商 而且中国近来近我农水产品 和台皮金门高粱等 也会传达我方民意 不过行人运长苏贞昌强调 任何人都不该以自己立场 妨碍举国一致的防疫作业 我们金门可以作为一个两岸和平的桥梁 那赶快让小三通来复航 也会去反映民意 需要怎么样具体的文件 或者是要有怎么样的沟通的这个管道 希望建立一起这样的一个联络窗口 苏文昌十一号抨击前院长刘兆玄以两岸企业家峰会理事长的身份 附中与国台办参许示好 刘兆全澄清此行陆委会知情 至于八号参会与刘洁一做得远没交谈 两岸的贸易摩擦可以依正式管道沟通 或授权民间帮忙 但别甩锅民间企业团体 对于书中产品七成五被禁 传出本周将近更多 经济部尚未接获反应 但国民党团点名农委会 卫福部等应该负责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会继续协助业者申请补件 明年将续推臺湾食品全球购计划 并加入农产品 目标分散市场 扩大国际行销 记者一小王新中中健康 陳立峰台北报道